各位同学好,我是教书第22年线上课程第4年的英文老师 你现在看的是经济学院杂志 这个礼拜主题告诉我们伊朗 看得出来吗?它是伊朗的首领 然后呢,我们来看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说我们要看经济学院杂志提供最棒的有什么样资讯跟消息 好,右上角这边叫special report 下面有个栏目叫business 你看到没有,这边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数位地图 我们常常讲开餐厅的时候 地点地点地点 它告诉我们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你可以马上知道 这个文章点开来会代表对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那台湾的新闻通常只会简单的报道说 Nokia最近要出售它的地图服务 大概是有几家在抢 那特别是汽车相关的产业 那这边文章我把它copy下来 待会我们来部分的做讲解 你可以知道它大概的内容 希望能贴上来成功 好 它贴它的 OK,有贴完成了 那待会我们来做讲解 因为它有贴图的部分 所以才会比较耗时 把这个图拿掉 图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讲解 对不对 那林文老师讲解的文章除了经济学院杂志以外呢 还有很多 你看这是彭博社叫bloomberg bloomberg我现在点开来是它杂志区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很多重大的新闻 首先,what is code?对不对? 什么叫code?写城市啊 我都跟高中生讲 我甚至这个年纪 我寒暑假就开始研究软体设计了 为什么?他们说连欧巴马都已经 说小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要学习软体设计了 对啊,而且他这个标题就写得很清楚 这标题你没看到 我把它贴到我们翻译的位置 你看到没有 他说 The world belongs to people who code and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will be left behind 这样就了解了吗 你要跟上时代了解什么叫软体设计啊 所以为什么国际观就从这边来了解 那联邦老师讲解的影片也包含了叫彭博社的杂志 主要我大概每一周都会固定讲理精英文杂志 那第二篇的部分就开始选很多的杂志范围了 再来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复笔式杂志 那也是还还不错 蛮重要的 那介绍的文章 我喜欢挑 因为文章像我们都已经看不完了 可能可以挑文章啊 你看这边也有意思啊 Astronomers among the most surprising six figure jobs 六位数字的工作 大家会很惊讶想要做的工作 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 因为最近冥王星啊 我就问学生冥王星怎么讲 学生就答不出来 真可惜啊 我们冥王星的文章吃到到处看到 好 那这个复笔式杂志 有时候它下面也讲的文章也蛮有意思的 嗯 我们看有什么可以了解的 啊 这边讲到Samsung 然后讲到这个entrepreneur 就代表创业家 嗯 今天我还没有特别想要讲解的 那我们在往下面看 这叫什么呢 这叫New York Times杂志 New York Times杂志也是很棒的 说可以挑到不错的文章 那这边右上角 我要挑一篇文章说Japan wrestles with this past 这个我们听过太平洋叫Pacific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我没有订阅嘛 所以它打开来 当然会有这个这个图案会告诉我哈 这个Pacific什么意思啊 就代表太平洋 可在B在Pacific Ocean 但这句话当然不是 我们把它贴过来 各位可以看到了 和平主义Pacific 那什么意思呢 最近日本就跟美国签计了什么安保协定 就代表美国中日 不美日他们可以 可以这个共同联合出兵啊 最近要听说要演习啊 我觉得中共 它当然一定有些简单的动作咯 所以你看这边有很多的单子 我们可以去学习 看到各种的角度 这就是经济学院杂志更棒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分很多的领域 待会来看就知道了 它这边有美国 你看这个美国的栏目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还有美洲的栏目 还有亚洲的栏目 你看到没有 那当然还有特别为中国也成立一个栏目 所以这边讲到Mining Safety 就所谓的挖矿的安全性 还有人权运动 最近在脸书上常看到这样的资讯 所以再往下面看 还有什么呢 探索杂志也是我很喜欢看的 我也我有订阅啊 订阅当然看啊 这边叫做And Man Dreams of Harnessing Six Leg Soldiers 哇 蚁人啊 这一定不是很慌吗 也很好玩呢 而且我都教同学教书的时候 还教到一个很有趣的单子 那个字举例来说好了 叫Accountant Accountant叫做会计 我刚才讲Ant是蚂蚁 就是人 蚁人蚁人 所以Account是账户 跟账户有关的人 不就是会计吗 对不对 所以就有意思的一个单字 那对不起 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位置 所以那这个文章 你们很好奇 要看它有什么样的内容 就去了解啊 去学去看啊 对不对 当然这边还是着重在电影部分 比较多一点点 再来呢 我们要右边看的什么东西啊 Nature杂志 这个就比较深了 连我社会主的都很好奇 为什么呢 它文章内容才太 太丰富了 丰富到时候 我都 我都不敢订阅 但是我敢挑文章来看 因为很多内容 都也蛮值得看的 好 然后 譬如说 这篇文章 我们刚才就提到过 科学家很开心 为什么 Pluto就是冥王星啊 然后呢 它的发射叫New Horizon 新视野号 嗯 然后它讲 风 什么意思啊 讯息传回了地球 而且安全 那这边还有提供非常有趣的单字呢 我们来稍微连线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了翻译区 这边讲说 新 新视野号探索器 重新与地球连上讯息 在 它将近有10年半的时间呢 发射 对不对 9年半 对不起 越过了 这个叫什么 矮行星啊 对不起 我当然不知道知道什么矮行星 可是我可以学习 我可以了解啊 这是我 李文老师觉得 我们要讲解杂志最大的乐趣啊 那我讲解杂志呢 我都放在YouTube 不过全部锁起来 在萤幕上可以看到 而且看到 我可以上传的3485个课程 对不对 然后每个课程都上锁的 在右边你看到 全部锁起来的 但是呢 我上这么多课程 我都讲解5到10分钟 5到10分钟 那这边没有标题 你看没有经济权杂志 Discover杂志 好 那这边Smithsonian杂志 对不对 很多New York Times杂志 这都是这么多的活用的东西 就告诉各位同学 网络上会这么热忱讲解 大概就只有我了 好 刚刚说过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什么意思啊 就代表说 数位地图 digital mapping的服务 越来越 大家迫切需要了 讲in demand 不过如果你好奇 你还可以了解 李文老师 在line方面弄了一个官方网站 好 我把它放在 这是我的后台了 你才看不到 然后我就把它放下来了 我放那篇文章 大概在这里 因为Nokia要贩售 那个数位服务就叫hear 这边写的hear Nokia 那我就打了一篇文章来说明 那里面呢 有把很多重要单独的讲解 这篇文章 PO文位PO了很多了 目前为止有467个 这个follower这样子 然后目前我成立差不多 还快一个月左右吧 那总之呢 你要进来也很方便 你就就网路上用line找我嘛 对不对 好 应该这样讲 如果你要最快的找到我的话 就输入我的账号 那我的账号呢 很简单 就是你在id搜寻的话 你就打小老鼠哦 fmp1685O 在后面是O哦 fmp1685O 就可以找到我 你加点就加入进来了 不用按什么 我再按接受 这是林文老师对外的官方账号 好 我已经告诉你了 那如果你感兴趣 想成为林文老师的订户 每天周一到周五 听我讲解 两篇文章5到10分钟 很简单 我每个月收费才200块 全台湾没有了 OK 行动就行动吧 我们空中相会 拜拜